为什么印度人坚决不用左手碰食物 大家好,欢迎来到随影随笔 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印度人 不用左手碰食物的底层逻辑 如果你去过印度 一定会对他们的食物印象深刻 因为印度的宗教文化非常复杂 每个不同的宗教都会有不同的饮食禁忌 所以超过一半的印度人都是以吃素为生 又因为食材可选择的范围比较小 印度人就在香料上大做文章 于是这才出现了举世闻名的印度咖喱 印度咖喱通常都是各种糊糊 他们喜欢用面饼或者米饭沾着咖喱糊糊吃 每次吃饭只见印度人面前 摆着各种颜色的咖喱糊糊 黄糊糊白糊糊红糊绿糊糊等等 另外印度人吃饭还不喜欢用餐具 就喜欢直接用手抓 他们常常将咖喱糊糊捏得满手都是 吃起来倒也是非常享受的样子 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 虽然印度人用手直接抓饭吃 可他们却坚决不用左手去碰食物 哪怕是吃面饼要将面饼撕开 通常我们都会用两只手去撕 可印度人偏偏只用右手撕 看他们一只手撕得那么艰难 我们都替他们着急 他们却觉得很正常 而反过来每次当印度人看到我们外国人 直接用两只手去撕饼时 他们同样惊讶不已 那么为什么印度人坚决不用左手去碰食物呢 原因竟然在他们的厕所里 你到了印度就会发现印度 每个厕所里的便吃旁边都有一根金属水管 很多外国人第一次到印度时 看见这根水管不明白是做什么用的 有人觉得是洗手的 有人觉得是冲脚的 直到问过了印度人 才知道这根水管的用法居然如此奇葩 让人哭笑不得 原来这根水管是印度人用来洗屁股的 其他国家的人上完厕所 通常都会用卫生纸擦屁股 但印度人觉得用纸擦不干净 所以他们习惯直接用手来进行处理 据说这根水管并不是直接冲屁股的 因为那样屁股上都是水 也没纸巾擦啊 所以印度人都是用左手沾水 然后再直接用左手去洗屁股的 难怪印度人吃饭时都坚决不用左手碰食物 也就可以理解了 其实不管上完厕所之后是用纸巾 擦屁股还是直接用左手去洗屁股 这都是每个国家不同的民俗文化 没有谁好谁不好 毕竟印度人几千年来都是这么解决问题的 我们去印度旅游 还是要抱着宽容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那么你去过印度吗 你对印度这个国家有什么印象 如果让你去印度也入乡随随意吧 你会愿意尝试吗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哦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会愿意尽